在波蘭有一個罪漢 他同時也是復興漢 因為他在動物園裡面 跌到水池了 有一個棕熊去救他 這棕熊是母的 而且年紀很大 他救了他之後 這個人沒有想到 他起來之後 居然要掐死這隻熊 是怎麼回事 對 我們直接應該看影片 比較快 這隻熊叫做Spenna 牠在動物園裡面 牠其實以前帶過Segas 就是那個 特技團 馬戲團 所以牠其實對人很友善 你看這個人 就醉醺醺的 跑去過去要跟棕熊玩 你們等一下你看 就牠跳下去了之後 棕熊 現在Spenna一直看著牠 Spenna就盯著牠看了 一直盯著牠 然後牠在岸邊 其實Spenna這時候是擔心牠溺水 牠擔心 所以Spenna一直在岸邊 一直走 一直走 你怎麼辦 怎麼辦... 後來Spenna做了一個決定 什麼決定你知道嗎 跳下去救牠 你看 所以牠現在Spenna 牠在旁邊看... 然後後來想說不行了 我一定要下去救牠 結果牠真的跳下去 跳下去之後 Spenna差一點要拿木棍的感覺 如果這樣子的話 這個動物園就發財了 你看結果這個男子 這個罪漢 而且Spenna訓練有術 牠是用嘴巴去輕輕咬牠的手 把牠拉上岸 結果我覺得牠很聰明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Spenna用背來拖著牠起來 結果這個復興漢 你剛剛講得很精準 牠怎麼樣 牠把牠當作弗洛伊德 牠給牠掐脖子 給牠按壓 然後把牠放在水裡面 差點把牠溺斃 我覺得那個感覺 就好像一個阿嬤來救你 結果你把那個 獲救之後把阿嬤掐死這樣 你的畫面都出來了 但是我跟你講動物 這是人跟動物的互動 你看另外一個畫面 就是有一隻小花鹿 牠被蟒蛇纏住 然後有一個人 他在旁邊想要救這隻鹿 就用樹枝來打牠 一直打... 蟒蛇後來本來要咬牠 有 有沒有 其實很危險 很危險 然後後來再打兩次 這個蟒蛇想說 搞完牠有幫手 算了... 牠就要轉頭就走 這個小花鹿就 砰 就跳起來了 可是大家在討論 要說你覺得這樣好嗎 因為牠是自然生態的